你不是完美 你注定要奋斗 但你值得爱和归属 不灵不朗 努力成为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的努力 是可以理解的 但却不是现实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最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值得爱和归属 这不是现实的 因为我们是人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变得多么完美 是有限度的 无条件接受 培养了另一种更广阔的观点 反过来说 我们的不完美 使我们变得独一无二 从来没有 也永远不会有另一个你 你可以说我们不完美 仅仅通过存在 我们天生就值得爱和归属 一句善言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哲学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